哈喽,大家晚上好 今天就欢迎大家来到今天晚上的星期三的课程 健康话题就是关于紫外线的话题 很多人都有听说过紫外线 因为尤其是你是女性的话 你会很注重你的皮肤保养 你一定会知道要查防晒霜来抵御紫外线的 而其实紫外线它不只是会伤害到我们皮肤的问题 其实它在于我们其他健康方面也是有影响的 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到底紫外线是一个什么种的光线 然后对我们的人体是有什么好处跟坏处的 首先我们先来进入第一个部分 就是什么是紫外线 紫外线它的英文叫做Ultraviolet 或者是我们讲的UV 其实就是讲的就是紫外线 这个紫外线指的就是从太阳照射到地球表面中 一种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光线来的 当然除了从太阳照射之外会有紫外线 其实有些人工来源也是有紫外线的 比如说那些晒黑床 就是有些人躺在那个床 就是为了要让他们的皮肤晒黑 变成这个小麦色 或者是一些水银蒸汽照明灯 尤其是在那些体育广场 或者是学校的体育馆 一些荧光灯或者是白质灯 某些类型的激光器 也是可以发射出这个紫外线的 虽然大气层会保护我们人体 避免这个辐射线的伤害 可是现在因为这个环境污染的关系 就是那个高空的那个臭氧 承受到我们这些人类的那些排放的那些污染 破坏了 所以有些辐射线是会穿越这个大气层 导致这个我们地球表面的这个紫外线就增加了 所以呢 如果你是好像在外面 这个daytime的时候 就是白天的时候呢 这样过度曝晒的话 是会有造成这些身体 的伤害的 所以很多人呢都以为只有晴天的时候才会有这个紫外线 浮射其实这个是一个错误的一个说法 紫外线的强弱跟天气冷得热的关系是不大的 OK 所以阴天的时候啊 或者是冬天的时候呢 紫外线是仍然可以穿过这个云层 浮射到我们人类的这个皮肤上的 然后如果你说呃 城市跟乡村呢 比较的话呢 城市中的这个紫外线的伤害呢 是更强的 因为城市呃有很多这些啊不只是有存在着这个紫色的这个阳光之外呢 那些紫外线还会通过这些呃高楼大厦的这些墙面啊地面啊 或者是我们这些汽车玻璃等等啊 从每一个方向从各个方向漫涉到我们的皮肤的 同时呢 这个紫外线呢 不只是会破坏我们人体健康 它穿透这些玻璃过后呢 它对于我们的生活用品 比如说窗帘啊 衣服啊 你的汽车里面的摆饰瓶啊 或者是如果你的这个汽车里面的那个座椅是真皮的话呢 也是会被这些紫外线的呃造成伤害的 所以紫外线呢 它根据它的这个波长呢 是可以分为四种的 分别就是UVA、UVB、UVC和UVD的 这四种UV的这个UV的紫外线呢 都各自有各自的特征的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UVA啦 UVA跟UVB可能就是大多数都会比较听到的 因为我们查防晒霜 就是为了抗这个UVA和UVB的 UVA呢 这个杀手紫外线呢 它是占据到达地球紫外线的95% 就是95% 有很强的这个穿透力 它可以穿过我们的皮肤的表皮 到达那个真皮层的 就是这个UVA导致我们皮肤晒黑的 也是引起皮肤衰老啊 皮肤癌变啊 就是皮肤癌症的这个重要因素的 啊 除此之外呢 这个UVA哦 它还可以穿透大部分的这些玻璃啊 塑料等等这些透明物体 所以呢 即使我们是在室内的这个窗口旁边呆着的话呢 你也是需要好好防晒的 所以如果好像比如说你读书的时候你是坐窗口旁边 或者是你在办公室你也是坐窗口旁边附近的话呢 你被这个UVA照射到的这个几率呢 是会比较多的 因为这个UVA它可以穿透这个玻璃的 所以千万别想说你呆在室内你就不会晒黑啦 就不要防晒不是的 这个UVA是会穿透这些玻璃啊 这个透明的那个塑料等等这些物品啊 而折射到我们的皮肤的这个真皮层了 下一个呢 就是这个杀手纸外线B 这个UVB呢 就没有像UVA这么可怕 可是它还是有它的这个伤害性的 UVB的它穿透那些玻璃啊 塑料这些透明的物体的这个能力呢 就没有这么厉害 没有像UVA这么厉害 它穿过这个臭氧层过后呢 能达到我们的到达我们的皮肤的基底层 OK就是基本上就是那个 它不能到那个 它不像这个UVA到这么深的这个皮肤的这个层次里面 它是到我们的这个皮肤表皮那里而已 OK 虽然到达地面的这个UVB只占到这个 地球紫外线的5% 但这部分呢 是正式能够到达地球表面的光线中能量最高的 所以千万不要想着 它只是5%而已 就可以忽视它 不是哦 偏偏就是这5%的这个UVB呢 是能量是很强的 或是会伤害我们的皮肤呢 so UVB呢会对皮肤产生比较强烈的损伤 短期照射的话呢 你的皮肤会出现红斑啊 炎症啊 水肿啊 甚至是水泡等等这些赛伤的这个现象 尤其是如果你是去海边 去海边 打一个半天 一天这样 哇 你就会有发现你的皮肤 呃 可以有晒伤的这个问题呢 就是因为这个UVB的 如果长期再来照射这个UVB的话呢 是可能还会损伤我们皮肤细胞的那些DNA 然后诱发这个皮肤的这个癌变的 就会可能引发这个皮肤癌的这个问题的 接下来就是UVC和UVD啦 所以这个波长在280NM以下的这个UVC和UVD呢 就没有这么可怕 因为这个UVC呢 它就是一个短波的外线 UVD呢是真空的外线 穿透性的是很差的 它是他们这两个是无法穿过这个臭氧层的 基本上是不会太过这样 不会到好像这个UVC呢 它不会很正式这样的到达这个地面的 UVD呢是简直就是可以不用不用看它了 因为它是不会穿透到我们这个地处的表面的 而这个UVC呢 它基本上的都是会被这个大气层的就是 阻碍着就是阻止着 不会给它到这个地球表面的 可是呢也不能小瞧这个UVC 因为它还是会有可能会造成到 我们这个皮肤只是好不多而已 所以如果这个UVC呢 它其实是有较高的 比较高的这个能量的 短时间的接触呢 是会烧伤皮肤的 如果是时间太长去接触这个UVC 或者是强度高的话呢 也是一样会引发这个皮肤的 这个海边的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 这个UVC是可以忽略它不是的 它多多少少还是从这个 太阳的紫外线呢还是有一点点的 UVD就没有 UVC呢是还是有的 所以也是要注意一下的 所以刚才呢都一直提到嘛 这个UVABC对这个皮肤的这些坏处会损伤我们的细胞DNA等等 那其实呢紫外线呢也是有它自己的这个好处的 其中一个呢就是它可以包括就是刺激我们的身体产生这个维生素D 这个脂溶性的这个维生素D呢是对我们的这个骨骼的发育的是很健康的 因为这个维生素D它是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 从这个食物吸收这个钙和磷来帮助这个骨骼的发育的 所以呢世界卫生组织呢是建议 如果你要得到足够的这个维生素D 从太阳光线中得到这个维生素D的话呢是建议 每个星期两到三次 每次五到十五分钟的这个阳光照射的 那你就可以得到这个你身体所需要的这个维生素D的 然后呢有紫外线呢其实它也是可以治疗某些疾病的 比如说这个沟楼病啊那种皮肤病啊 比如说这些牛皮痫啊湿疹啊白电风啊 或者是这个免疫系统的这个问题就是红斑狼藏啊 的确是医学家是有使用着这个紫外线来治疗这些疾病的 当然他们还是也是一直在不断的研究着 怎样可以让这个紫外线可以更好的去治疗这些头痛的这些问题的 然后呢其实在这个新冠肺炎的这个时期呢 他们也是有发现到这个UVC的这些杀菌系列的这个紫外线呢 是可以杀灭99%的这个新冠病毒了 它是可以很有效的在这些物体的表面就是比如说坐纸啊 椅子啊水布啊这样子这个物件的表面呢进行这个消毒杀菌的 ok所以呢他们就是发现这个UVC紫外线啊就是可以有效的杀死那些各种 微生物啊和病毒的其中还包括那些流感啊新冠肺炎病毒啊 然后是那个肺结核的这个病毒的对于空气消毒呢是有一定的这个效果的 所以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紫外线对于我们人体呢是有什么伤害的 紫外线对人体伤害呢其实不只是在于皮肤方面 更重要的是眼睛我们的心灵之窗 因为如果你没有好好的去为你的眼睛防晒的话呢 你的眼球会吸收过量的紫外线 就会增加我们眼睛的这个结膜啊脚膜啊水晶体等等这些病变的机会的 换上这个白内障的机率呢也相对的来得比较高的 所以呢很多时候呢那些眼科医生呢都会建议大家在大太阳下啊 如果你要进行户外活动啊 或者是开车的时候啊是需要为你的眼睛做好防止外线的这个措施呢 就是要戴那些可以看外线的这个太阳眼睛 很多人以为戴太阳眼睛只是一个耍帅耍裤的一个一个小 就是一个小装饰品在你脸上的这个饰品其实不是的 你应该是需要去选择那些是有抗紫外线的这个功能的这个太阳眼睛 来保护你的眼睛的 尤其是如果你是好像在正午最热的时候要出去进行户外活动啊 或者是你有去爬山啊有去野外活动啊海边啊等等啊 这个时候呢就是你的眼睛最容易受紫外线的伤害的 所以一定要做好这个呃带太阳眼镜 可以保护你的眼睛啊以免被紫外线伤害的这个动作的 受紫外线腐射的影响呢 如果是说急性的话呢它是有包括呃DNA损伤啊 晒伤啊呃光过敏反应啊或者是它有这个抑制我们这个免疫系统的这个呃问题的 就是它会让你的免疫力没有这么好啊 啊这个就是紫外线腐射的一个急性的影响的 就其实如果你的免疫系统被这个紫外线抑制的话呢 它其实是呃被医学家视为这个癌症的一个危险因素的 因为它会激活里面的癌细胞啊 甚至是它也是会激活你的这个呃身体里面本来有的这些病毒 比如说这个纯泡疹的病毒啊 有些人就是哎就是以为这个紫外线只是伤害皮肤吧 不许是不顺化对于这个免疫系统呢 也是有这个很大的影响的 而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最基本知道 就是这些紫外线会造成我们的皮肤 有这个热光性的这个皮炎 就是晒伤了我们简单讲就是晒伤了 所以如果你晒伤过后人家局部的这些皮肤啊 就是曝晒在这太阳光下的这些皮肤呢 就会这个局部部位呢 就会出现了红斑啊水肿啊或是水泡啊 然后等这些红斑水肿水泡退了消退了过后呢 就会有这个色素的这个沉着的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所晒黑的 然后呢如果好像你去了晒太阳过后 你觉得哇这个部位 这个曝晒的皮肤的部位呢 有这个很稍稍热热的感觉疼痛感啊 这个就是所谓的晒伤了 如果你整天都是经常反复这样啊 接受这些裂光下的这些照射 其实会损伤你的这个细胞基因 导致这个细胞的突变 引起一些皮肤的这个癌症的 就除了这个 这些皮肤癌啊 晒伤的这些问题皮炎之外呢 也会导致你的皮肤提早老化 就是光老化因为紫外线的光系导致你的这个皮肤呢 比同名人 比那些没有去受这些紫外线伤害的人呢 这个皮肤呢会来得更加早老化的这个现象 就有皱纹啊毛孔出大斑点等等这些出现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防晒的措施是很重要的 除了皮肤跟眼睛之外呢 头发也是会被这些肤色受影响 尤其是如果你的 头发是比较稀疏 头发比较薄的话呢 你的这个毛根部 你的这个发根部的这个抗氧化物质 本来就是不够的 然后经过紫外线的照射过后呢 就更加容易产生这些活性氧 然后将会进一步破坏 你的毛发的这个防御功能 就让你的这个毛发呢 更加会快速脱落的 所以呢如果是你要进行户外活动的话呢 记得就是要做好防晒措施 除了查防晒刷 然后还要再为你的眼睛保护 保护你的眼睛就要戴上太阳眼镜 然后你的头发 你的头皮其实也是要保护的 就是戴上这个帽子 或者是打这个太阳伞 尽量不要让你的身体太多部位 曝曬在这个太阳光下的 因为这个紫外线的这个伤害呢 是真的是非常大的 虽然我们肉眼看不到它 可其实它的这个伤害性是真的是非常大 比如说你看这张照片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照片 这个照片其实是蛮出名的 因为它的这个 这个 这位卡车司机 它的这个皮肤的左边和右边的这个对比呢 实在是非常非常大的 这个是一个真实的照片的 所以这张来自这个新格兰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这个照片 其实是显示一名69岁的这个卡车司机啊 他是驾卡车叫罗里的 所以他就是长期他的左侧的那个身体 都是暴露在这个UVA的这个造势下 就他没有做好防晒 他没有做防晒 他就是整天就是每 每一天都是这样的 驾车驾车驾他的卡车 驾了超过25年 每一天每一天都是这样的长时间 让他左侧的脸部啊 跟他手部身体啊 就这样 吐晒在这个UVA的造势下 就是因为刚才我们提到吧 UVA它是可以穿透过玻璃 然后造势到你的这个皮肤的这个啊 这个肌底肠的 OK 所以呢 这个就是很明显 他的这个左侧的这个脸部的皮肤呢 是被有这个UVA伤害了 有这个严重的光老化的现象 就是因为这个紫外线的关系 而导致他的这个皮肤呢 有很快速严重的这个皮肤老化 他右边的脸的皮肤呢 还是美美的 虽然他的年龄是69岁 可是他右边的皮肤年龄呢 其实是只有66岁而已 而他左边的这个皮肤呢 就是因为长期被这个UVA造势嘛 所以他的这个左侧的这个皮肤呢 他的这个皮肤年龄呢 是已经高达86岁的 所以呢 千万不要轻视这个紫外线的这个可怕 记得UVA呢 它是会深入我们这个肌肤的生成 他会真是穿透过这些玻璃 塑料针等的这些透明物体 刷透过深入我们这个肌肤的生成 导致我们肌肤呢 出现老化早熟的现象的皮肤松弛啊 皱纹细纹等等啊 斑点啊都是这个UVA的 UVA的这个紫外线的主要是这个 它会晒黑 就是让我们这个皮肤晒黑的 它是进入我们的皮肤表层 伤害我们这个皮肤细胞 如果没有适当的这个防护呢 这过多的这些热散呢 是会令皮肤的衰老的 80%的肌肤老化呢 其实是来自于这个紫外线 所引起的这个光性老化的 所以呢就是千万千万不要轻视 这个紫外线的这个可怕 轻微的话就可能只是一个皮肤晒伤 可是严重的话呢 是甚至是演发成这个皮肤癌的这个问题的 那这些就是 这些就是以上的这些就是一些 光老化的这个主要的表现 因为紫外线而导致皮肤老化的一些现象 皮肤粗糙啊 你的这个皮肤的肤色越来越暗沉越黑 毛孔越来越大 使用什么护肤品都没有效 如果再严重一点 还是不去好好照顾的话呢 你的这些色斑 雀斑 皱纹细纹就越来严重 最后呢 再还是不 没有这个防晒习惯化的 整个皮肤呢 就是很粗糙了的 红血丝会全部跑完出来 因为你皮肤已经变成很敏感 你的皮肤品价已是 已经是破损了 然后皮肤呢 就是松弛下垂 没有弹性的 整个那个皮肤的胶原蛋白啊 还有那个 那个 elastin fiber啊 全部都被破坏了 所以呢 为了防止这个紫外线的伤害呢 我们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晒的这个措施的 如果你要出外活动的话呢 无论是在马来西亚 这个常年都是炎热的这个 呃 国家 或者是如果 哎 现在在中国的朋友们 因为你们现在是夏天嘛 所以这个时候呢 也是太阳最猛的时候的 所以如果你们要进行户外活动 要出外办事情的话呢 记得要选择合适的这个服装 啊 在这么热的天呢 就是应该要穿上这个 长袖衣服 长裤子 戴上这些宽边的帽子 来更好的去遮到这些紫外线的 或者是你可以选择一些 呃 特制的这些防晒衣 这种衣服呢 他们都是因为特制嘛 他们是可以有效的去 防御那个紫外线 让我们身体的皮肤呢 就更加安全的 另外呢 如果你要选择 呃 如果你要出去外面的话呢 在这么热的天呢 呃 如果可以的话 就避免在紫外线最强烈的时间段外出了 尤其是呃 中午12点到这个下午4点了 这段时间呢 是紫外线最强的 时候 如果真是需要出去外面的话呢 可以选择在阴凉的地方停留 啊 比如说树荫下 停止下 或者是能在室内就去室内了 千万不要在这个太阳 这么烈热下 曝晒太久了 晒太久也是很容易中暑 容易生病的 OK 然后还有记得就是即使在阴天 也是要有防晒的习惯 无论是什么季节都好 啊 什么天气都好 啊 就算你没有出外都好 都是要做好这个防晒的 这个措施的 然后记得戴上这个太阳眼镜 啊 这个太阳眼镜呢 不但可以防止这个太阳的玄光 也是可以保护我们的眼睛 不要给这些外线的这个照射的 所以你不 其实是建议 你不只是在开车 或是爬山啊 野外路啊 就是野餐啊 露营啊 或是去海滩玩的时候 才带这个太阳眼镜 其实是无论何时呢 在白天 嗯 在这个紫外线这么强的时候呢 出外的时候呢 都是建议带上这个太阳眼镜的 然后呢 也是要选择适合的这些防晒产品 这防晒产品呢 是应该具有这个SPF和PA值的 就是 呃 SPF呢 就是Sun Protection Factor PA呢 那就是这个Protection Grade 有VA SPF值越高呢 它的防晒的效果就越好 啊 SPF还有分SPF 10 15 20 25 最高是有这个50的 啊 它的那SPF值 这个它的数字越高的话呢 它的防晒的效果就越好 然后如果是PA的话呢 就是我们只能看到PA加 PA加加 PA加加 嗯 所以如果它最多 它越多那个加的话呢 就是说它可以抵律更多的 这个 呃 UVA的这个辐射的 所以这个防晒霜啊 防晒 呃 这乳液啊 这防晒产品呢 是应该在你出外前就好在室内使用了 就是在你20分钟到30分钟前呢 就好涂抹在你的脸部 跟你的这些身体的部位的 要均匀的涂抹于这个皮肤上 尤其是你的脸部 颈项 你的手臂 或者是你的这个腿部等等 会铺晒在这个阳光下的这个部位的 有些人就以为 呃 这个呃 就是呃 用了这个雨伞 就是呃 打了这个太阳伞 或者是戴帽子呢 就不需要查防晒 其实是呃 这个是呃 错误多 其实就算你是有戴帽子啊 还是有打伞的话呢 还是要呃 查这个防晒霜的 ok 就刚才有提到嘛 就是要选择适合的这个防晒产品嘛 就是要看他的这个SPF 和这个PA的 so 记得呢 一般上呢 如果你是说室内的话呢 SPF 30 啊 这样就足够了 如果你是那天要出外的话 要出外公干啊 或者是要出外有这些娱乐的活动啊 就选择这个SPF 50的 这SPF的主要就是防护这个UVB的 啊 所以这个SPF越高的话呢 他的防护能力呢 就越强的 而PA呢 就是要防护这个UVA的 然后呢 就是你在外面呃 户外活动的时候呢 记得也是要补查这个防晒霜 而不是说 哎 你出门前查一次 然后你就可以一直耐爱到晚上 不是的 如果你一直在外面呃 活动的话呢 是建议两到三个小时呢 就补查这个防晒霜一次的 ok 每两个每两三个小时一次 就是一定要记得就是 哎 你今天比如说你12点查了 然后你在外面两点或三点时候呢 又要查一次 然后四五点时候又要再补查一次 就是每两三个小时补查一次 让你的这个防晒霜 可以一直很好的 帮你的皮肤呢 抵御这个紫外线的 然后呢 就不要使用这些人工晒黑的装置 因为有些人他们追求啊 皮肤小麦色 健康小麦色肌肤的这个肤色啊 或是想要让他们皮肤更加又黑啊 他们会使用一些人工的晒黑的这个装置 就是比如说这个热光浴床啊 就是躺在那个床接受这个 呃那个灯光的这个热光浴啊 其实这种人工晒黑的装置呢 其实会增加这个皮肤癌的这个风险的 然后有些人以为他们啊 觉得就是晒这个热光浴床呢 可以得到这个维生素D 可是其实要得到维生素D呢 不适合通过这样的这个方式的 这种人工晒黑装置是不建议的啊 如果你真是要得到这个维生素D呢 就是最好就是从这个天然的这个太阳光线 或者是一些高维生素D的食物的摄取 而不是去用这些人工晒黑的装置的 所以一些国家其实已经是实行啊 禁用或者是限制使用这个热光浴床的这个法规的 所以如果想要防晒的话呢 就是要做好这个ABC就让我们好记得了 A avoid就是避免的意思就是避免曝晒 能不去太阳底下曝晒就不要啦 如果真的是要去曝晒的话呢 就要使用这个block的方式 就是尽量遮挡避免罗晒 能穿长袖衣长裤子就穿啊穿袜子 帽子带越大个越好越宽边越好 这能遮多少你的这个裸露的这个皮肤部位呢 就越多越多越好的 OK 然后C呢就是这个cream就是那个防晒霜啦 所以这个防晒霜呢是必须正确和足量的使用的 就是每三个每两到三个小时呢 就要补查一次而且要使用到足够 而千万不要因为哎呀你要省钱 啊就是用一点点这样这样很很吝啬 这样其实这样的这个防晒效果呢 其实是不大的啊 你这样反而是其实是没有做好这个防晒措施 所以呢防晒霜呢必须正确和足量使用的才可以达到这个防晒的这个效果的 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防晒措施之外呢 就一些研究也认为 有些食物呢和饮料呢是可以增强我们人体皮肤对脂外线的这个防护的啊 就比如说这类胡萝卜素啊 类胡萝卜素啊维生素C1啊 奥米加3 奥米加3跟这多分类这些食物呢是可以很好的去帮助我们的皮肤呢去看 这个脂外线的 就类胡萝卜素比如说第一个这个番茄红素就是我们讲的这个 这个 来扣病 这个番茄红素呢它是可以有这个光保护的作用的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些 番茄啊西瓜 粉红饭石榴啊 粉红色的这个葡萄柚啊 胡萝卜啊天椒啊 木瓜等等去摄取这个 番茄红素的 所以我们身体呢其实是更加容易从热从加热了的这些食物呢吸收这个番茄红素的 比如说 番茄酱 呃番茄汁 是可以更好的去吸收这个番茄红素啊 可是如果你是说你想要从这个番茄酱 呃得到这个番茄红素的话呢就尽量选择低糖或者是没有糖的这个番茄酱才健康啊 不然如果你 吃太多这个有加糖的这个番茄酱的话反正会是有这个肥胖的这个问题的 OK啊如果你是吃单单吃这个番茄的话呢你可以拿去煮过先 就是他们有研究发现到这是这煮熟了的这个番茄呢 每天只需要食用40克的话呢就能降低这个热晒的这个伤害 是白天的热晒的这个伤害整百分之40的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物来帮我们抵御这个外生的伤害的就是这个番茄啦煮熟的番茄 然后接下来就是霞青树呢霞青树呢它是有减轻晒伤的作用的 还可以减少这个皱纹的 所以霞青树可以从这些三文鱼啊霞龙虾或者是一些海藻类啊也是可以得到这个霞青树的 Beta胡萝卜素呢就是来自黄色和橙色的水果蔬菜的比如说胡萝卜啊地瓜冬瓜绿叶蔬菜 比如说菠菜生菜啊啊就是有这个Beta胡萝卜素的 可是呢要注意就是啊就是有些人可能觉得Beta胡萝卜素很好去防晒啊就可能他们去吃外面那些 呃人造合成的这些Beta胡萝卜素的这些啊辅助品就是那层营养补充剂的 其实啊如果吃太多的话呢是有对我们身体有害的而且是会增加这个肺癌的这个风险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啊摄取到这个Beta胡萝卜素呢我们是会建议从这个天然 尽量从这个天然的这个蔬菜水果得到这个Beta胡萝卜素如果你想要从这个保健品得到这个营养的话呢就选择这些天然的这个成分的这个保健品的 那接下来还有这个叶黄素和还有这个玉米黄素呢这些橙色的黄色色素呢是可以从这个 哈密瓜啊玉米胡萝卜辣椒鸡蛋啊蔬菜的话就是有这个鱼甘蓝 菠菜啊西兰花碗豆等等这些树呢可以找到这些啊叶黄素跟这个玉米黄素的 然后接下来就是维生素和E啦就他们研究有发现如果单单只是啊吃维生素C 或者是单单只是吃维生素E的话呢他们减轻晒伤的这个研究证据呢不多 可是如果你把这个维生素C和E两个混在一起吃的话呢 它是可以很明显的减轻晒伤的这个伤害和DNA的这个损伤 下一个呢就是奥米加3就是这个Omega3呢它是可以减轻老化抗炎的这个功效的 然后还有多分类呢他们就有发现多分类这种Polyphenol呢是有很好的这个防晒效果的 啊它的这个来源是可以很多是从水果蔬菜啊全谷物啊红茶绿茶红酒啊可可巧克力啊豆类大豆啊 浆果类等等这些食物呢摄取到这个多分类的 喝绿茶呢对于曝晒在阳光下呢是有帮助它可以减少你的这个皮肤发红的这个问题 是因为晒太阳晒到这个皮肤发红这个问题呢绿茶它是可以减少这个问题的 然后呢他们也是有研究到就是喝高多分的这个酒啊红酒啊或者是喝咖啡呢是可以 啊保护这个皮肤免受到这个阳光的伤害的呃喝咖啡呢是还有降低患上这个呃恶性黑色素瘤的这个风险的这个 这个恶性的黑色素瘤就是因为紫外线所带来的其中一种癌症来的 喝咖啡呢是可以减少这个恶性黑色素瘤的这个风险的 做出了刚才提到的那些物理性的在防晒措施和通过这些食物营养来达到这个天然抗紫外线的这个 啊效果之外呢我们S1呢也是有两个产品呢是可以很好的通过服用来帮助我们抗这个紫外线 那就是地脂林Mena和这个阿罗娜沙基就是这个沙基也因为抗氧化饮料的 从这个地脂林里面的这个沙基脂油呢因为它里面有很丰富的这个428种的果性营养成分嘛 尤其是它里面的这个类胡萝卜素啊维生素E啊这多分呢它的含量是很 高的所以呢这地脂林里面呢是可以吸收阳光的那些部分的UVB啊让我们的皮肤不要被这个 UVB受伤害不要晒黑晒伤然后这个地脂林的抗氧化性的又很高可以对抗那个紫外线所带来的 这些自由基就这些自由基就是会破坏我们这皮肤的细胞破坏我们的皮肤的这些DNA的 而这个地脂林呢就可以很好的去防止我们这个皮肤的氧化促进这个修复再生的能力也可以促进这个胶原蛋白的这个生成的抗氧外线的这个效果他所以呢这个地脂林呢里面的这个沙基脂油呢让这个地脂林呢是一个天然好的一个有效的一个啊防晒的一个保护的一个保护的一 而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ürü MMA apoyo之外呢就是因为它里面有很高的这个不老媒的这个成分的关系吧这个不老媒的花氢素 非常高它的含量所以还是可以帮助我们皮肤清除自由基不要让这个细胞受到氧化减少那些紫外线的UVA 对我们的皮肤的伤害然后也是可以减轻这个发炎的这个问题促进我们的胶原上呃胶元蛋白的生化 生成的弹性 然后减少这个维生素E维生素C等等其他抗氧化剂的消耗就是他会帮我们 保着保存着这个维生素C和E还有其他的抗氧化剂让这些抗氧化剂可以 比较长时间或是比较多 储存在我们的皮肤的表面来抵抗这些自由剂的 然后他也是可以增强我们这个皮肤的这个血管的弹性 促进我们这个皮肤的血液循环你的皮肤血液循环好的话呢你的这个皮肤的这个 抵护能力的他的免疫力呢 自然也是会强的 然后呢就是因为这个花青素的关系啦所以他可以很好的去美白体谅我们的肤色 淡斑 减轻这个色素的这个沉着均匀这个我们的皮肤的肤色的 以上呢就是关于今天的这个隐形健康威胁紫外线的这个话题了 希望大家过了今天晚上的这个课题呢可以更好的了解这个我们肉眼 看不见的这个光线 的这些知识 啊就是知道了就是紫外线可以分为四种 UVABC和D 然后最容易伤害我们的皮肤呢就是 UVA UVB 所以我们平时呢是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晒的措施 要避免这些因为紫外线所带来这些皮肤问题 或者是这个皮肤癌症皮肤疾病的这些 种种的这些健康的这个问题的 说谢谢大家今天晚上的这个出席呢 UVAinned U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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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VA